還有很大風 這裡是湖館的坐車床 後面這裡是三級方程式 三級方程式是甚麼 即是一級方程式的像一般 再像一般 現在我知道 有多久以前我看過 我看過 當年我也不知道自己做過甚麼 但現在我就知道了 這個位置就是看著哪個重線 所以我們現在先迎接他們的希望 我們來看看那邊 賽車真的很快 是不是很快? 我知道 因為賽車真的很不合適 所以我們去吃東西 快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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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一百元便會有一百元 對 原來這裡不可以用現金 所以就用現金去買了這張PASS 就像香港那些DUDATTON一樣 即是你買了下去了 然後你加入這個 兩個攤位 你想買東西吃 就用這個來DUD 那事不宜遲 買東西吃 我又要一層 第一次來澳門美食字 我發現東西都不算太不便宜了 因為我本身只是充值了一百元 原來一百元是買到很多東西吃的 所以這個餐已經超過一百元了 首先試一下帶子 要不要留一顆給你 你不答要我就吃光了 怎麼可能呢 為什麼在澳門都可以碰到人 這個是Debbie姐姐 Hello 還記得 冰冰天地呢 第一代到現在還在教英文的人 味道方面 因為它是一個蒜蓉的大士 所以它充滿蒜蓉味的 我試過了 它就這樣收一隻龍蝦 其實半邊龍蝦收75元 其實有點貴 但是它只吃得這個價錢呢 聞起來也挺香的 這個味道也不錯的 不會的 不過價錢上真的貴一點 拿回給它吃吧 這個真是新鮮滾熱辣 因為是真的看著它人手包 放進焗爐裡面 不是焗爐 是蒸籠裡面 然後再蒸 所以這個真的足足站了 十分鐘才有成果 這個是 所謂爆汁蟹粉 小龍蝦 35元 4隻 不算貴 好像很便宜 真的挺好吃的 因為剛才它是很熱的 很多汁 肉的味道 唯獨它是加了蟹粉 但是蟹粉味不太濃 不過整體來說 這顆小龍蝦 35元4粒 大概8分1粒 真的很好吃 是好吃的 所以可以試試看 我看到很多人現在的蟹腳 很長的那些 所以我決定 趁熱鬧一起排隊賣一下 這顆小龍蝦 有什麼一條呢 我是兩條蟹腳 再加一條小龍蝦 謝謝你 這顆就是傳說中的蟹排 真的挺長的 一隻手指 真的有味道 我用隻手指這麼長 倒入自己的味道 明白味道是怎樣 好像在吃日本女的章魚小圓姿 這樣就再加蟹子生的醬 味道大概是這樣的 Hello 天色已漸醬 我又是時候收工啦 但是當你看到這條片的時候 美食節都 拜拜 那我拍來做什麼 我經常拍來給你看 讓我想用一下美食嘛 不過不要緊 它下年會再搞 所以你下年就可以請做啦 好啦 趕船啦 走吧 拜拜 拜拜 拜登 還有 你們